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6号的大花莲提防新闻 我是石玉兰 原住民族委员会在花莲县美轮饭店 召开了原住民族保留地增化边推动情形 以及花莲县改进方案说明会 立委孔文吉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金四 也向原民会提出建言 针对了保留地和国有地和各个部会有所分争的时候 能够协助部落族人跨部会来协调 以保障族人们土地使用的权利 原民会完成花莲县增化边原住民族保留地 11392公顷 日前也在美国饭店召开寿命会 出席的立委孔文吉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金四表示 因为保留地都会在各部会的土地上 尤其三地向让主任们可以说是深受其害 也希望原民会能够针对主任们切身土地的权益 来跨部会进行协调 因为像林务吉的话 像修林一厂的那个立务西的 现在就四六十五顶庵地的解编 也是搞了很久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捷安山的最久 也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 那是属于那个保安林地 2622 前几天才我们林务吉通过了 我们这个负责大概处理了十几年才处理好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务吉 那当然就是我们国有地这边的话 也非常谢谢我们那个收封这边的那个华东段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万荣乡跟凤云镇之间的长桥段 这都解编 那是国有地 这样子的零零重重处理来讲的话 这也是不容易 因为这些案子都是十几年才处理好的 所以在这边 特别在这边宣布就是说 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务吉跟我们的博山署 当然其他的还涉及到那个水利署这边的 比如说河川区域线这个部分是很难搞的 那我也希望说借助这样子的机会里面 是不是说我们原委会这边跟我们的业管单位跟我们的其他的那个部会 也都很想协调 每一次都是要立法委员这样子下来处理真的是很麻烦 也造成大家有一个负担 所以说当然就是有真的必要在靠部会协调的时候 需要立法委员的话也真的是麻烦 也不要害少 也蛮多问题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好意思 然后到结果里面我们很多的案子不处理 洋青车表示 猪人们曾经反应针对土地的疚犯可以说是相当的多 土地上有林务吉、国产署、国家公民等等 协助猪人们来和各部会协调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也希望原委会能够加以改进 来保障猪人们在土地上的使用以及权益 记得终于华州老